你们是怎么称呼啊? 我们是城市官局的 哪个村区的? 市局的 市局啊 你拿去 我看 不是反过来,正过来 怎么称呼啊? 我姓李 叫李什么? 李大胡 波什么波? 什么波? 波浪的波? 对 你再看一下 这以后不就行了? 是法的俩人呐 对 警察法的第七条规定的很清楚啊 我说什么人来敲门呢? 我们看一下你身份证 因为头一次听到你说发生了 然后我们就不敲门了 你们干什么用啊? 要看一下你的身份证 你法律译是什么? 你法律译是什么? 根据人民警察法 哪一条? 警察法规定 哪一条? 身份证法规定你是不可以查我身份证的 我们 警察法规定管理的特种行业 公安机关随时 哪一条? 警察法他得哪一条? 警察法没有啊 警察法规定是 有犯罪嫌疑人你可以查我 我不是犯罪嫌疑人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是没有权利查我的 这是人的一个尊严问题 你不要问警察法哪条? 查不到你就干 乱查 你查了这边 咱不用叫 咱不用叫 好了咱们都是 你是人的住客 我们是为了工作 好不好 没有不要查 查不到 特种行业都归我们管理 你管理不错 你管特种行业 不是管顾客 你搞清楚 旅客 你搞清楚了 你管他 你不是管我 你自己不懂的 你平时乱查 没人管你们 没人管你们 你们又乱来 知道吧 正常检查 这是我们什么正常检查 这是我们的职责 你啥职责 没这个职责 咱们别吵这爷们 我跟你说 你马上没有查不到 就说 要三月八 要三月八 就投诉你们 什么叫 第六款规定 对法律法规 规定的特种行业进行管理 管理 哪个 这不是人民警察法第六条吗 对对对 这法律法规规定的特种行业进行管理 我不是特种行业啊 这个宾馆 怎么管理啊 这个宾馆 你要管理他 你要查身份证两回事啊 我不是查你 我不是特种行业 第一啊 第一个我不是特种行业 第二呢 你查身份证跟那个身份证法 看法 第十五条 我不是查你 我看他登没登记你的 那你查他去 你查他去 你不要查我 我们查他这个房间 对 你看他去 你看他去 看他去的房间 没有名 你不能查我 你不能查我 我那你叫他名啊 那我要告诉你干嘛呢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啊 他得登记啊 他登记他 他得是 你跟他说 问他身份证 对对对 身份证都登记过了 在里面登记过了 您就提供一下 您信用就可以了 咱们登记身份证是正常的 每个一住 已经登记过了 已经登记过了 里面的女友了 你别骚扰顾客了啊 马上市场管理局投诉了 然后到你们公司集团投诉了 你凭什么 刚才登记完了 你凭什么再来查了 行行行 好好好 要删了一包马上一图子里面啊 你们俩好好好 好好好 好吗 你们都乱来 你们乱来习惯了 登记登记了 因为这是今天那是我 我给他们 今天上午 今天上午